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聊聊一些热点话题 包括乌克兰的暖冬希望 阿里巴巴的分红 以及资本市场的种种变化 对于一些CEO的展望 我们也有不少看法 尤其是当他们的言论 可能对股东造成影响时 这可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接下来我们会谈到英伟达的财报 拼多多的市场表现 还有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背后原因 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国际局势 像是中日关系紧张的警示 以及台湾局势的复杂性 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毕竟和平的崛起 才是每个国家的最佳选择 最后我们会探讨科技产业的变化 特别是社交媒体和AI的进展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影响 究竟这些动态会带来哪些机遇或挑战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咱们说希望今年乌克兰是暖冬 弗外一百说阿里才是现金多的花不掉 今年给出了巨额的分红 咱们说在资本市场说那种话就如同自杀 弗外一百说确实这个CEO的展望会谈相当糟糕 本身数字还是很牛的 咱们说即便加大投入是正确的 也不能说得那模直白 毫无敬畏之心 弗外一百说 不过如果是这个原因 让其他中概股全部大幅下跌 这就看不懂 咱们说投入也可以通过capitalization 这就需要好的市场环境和情绪 看看特斯拉 英伟达是怎么说好宇宙故事的 田店说短期资本剖场谁都看不懂的 除非有足够能力操控 CEO股东大会这样说也是够狂妄 根本蔑视股东们 富外一百说 这周重头戏是英伟达财报 不过PD这个头开得真差 咱们说 其实是市场在借题发挥 只不过拼多多给了一个完美的口识 富外一百说 我也觉着 田店说 了解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吗 富外一百说 华尔街预期就很操纵感 我记得今年有一次MED财报 全部超越华尔街预期 但是股价直接给你跌百分之十 田店说 现在的市场就是有钱有筹码 随你安排 呲牙咧嘴的笑 搞得短线客人心惶惶 富外一百说 不了解 不过也不意外吧 IBM现在已经不行了 估计中国研发早就差不多优秀的人 咱们说 所以英伟达凶多吉少 石叶说 鼎太峰全面撤出华北市场 北京电权官报道日分析 20240826 在东西的事业之外 习近平花了点击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座 舍不通人的黑神地位 第15 UC-ACTFS-4 林台峰在伦敦有一家 似乎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但纽约时就定了位 主要是为了请留学生 还有的小孩在牛顶念书 还有从欧洲其他地方来的 在纽约新开的一家没有吃过 叶青说 明显是对前一段时间 日本建制 误创 中国领海的对等报复 谁也说 现在开始的地方太多 尤其我这种 没有真正品位的人 不 不只是这样 使得日版过于表现的 外交战略的警示 这个愚蠢的岸田桥太高了 所以红正事业之外 习近日花了点击时间 而思考 怎么回复中国在前桌 事物中的黑色地位 充满温馨 毛鲁容情节的中国国情惊悚片 《卫报推荐202408-205》 在冬队事业之外 习近日花了点击时间 而思考 怎么回复中国在前桌 事物中的黑色地位 《Ecosystemia》 《维谷QA》 《黑口》 一般演示作品还是英法的可看性 好莱坞太多拉底了 基本上是制式 叶青说 您说的我同意 警示当然有 如果是俄国或者巴铁的军舰误闯 肯定就谅解了 没有报复的 可是你日本不行 报复本身就是警告 你若有动作 我必反击 实验说 打还是不要打的 中国只能做警示 千万千万 他要开战 日本不该成为中国的敌人 日本人也不该成为代理炮灰 亚洲作为世界的重心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罢 叶青说 现在最不想打仗的恐怕 就是中国了 内外都在巨变 中国最需要的是稳定 实验说 中国不行 美国也不行 中国的崛起 必须是和平的崛起 如果是战争崛起 还不如不崛起 叶青说 崛起时遇到战争 和靠战争崛起 是两回事 日得靠战争崛起 也毁于战争 实验说 现在要经历低战 大战中国家 现在情势很好 不只是中国 这样下去 也许本世纪 世界就拉平了很多 叶青说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十年机遇期吧 小心翼翼和平发展 十年后就不一样了 实验说 中国最好的环境是 极端势力被压住了 尤其是那些敌视西方 国际台杆的疯狂言语 必须使国家力量主导 才能更有力 成功的几率一大 双轨并行 才是正确之道 研究指示场 与计划派都是陷阱 叶青说 不压制会被反噬 当初佩洛西访台 国内就出现很大的压力 舆论方面险些失控 实验说 那可能是中共有意放一下 今天外交政策一文 我只看了标题 林静电视制作了一个节目 过去的中国领导人 常常利用民众抗议 作为谈谈工资 然而习近平 选择了一条 截然不同的道路 林静平的20240826 他其实病理ICD for honey 叶青说 其实是收了 我知道一些军事相关的媒体人 已经一场愤怒 不是愤怒访台 而是愤怒中方耸包 最后媒体给他们放了几天的假期 平复心情 实际上是怕他们当时 胡说八道 笑到流泪的脸 先生 十年之后 也许我争取台湾住了 所以工队事业 却为习近平 花了饼铁世界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 秦州事物中的 核心地位 台湾局势 其实很令人担忧 叶青说 是呀 是呀 从战略意义而言 美国利益最大 宛州对美国有利 增大 失去台湾的几率反而更大 叶青说 台海若有战 中美都会受伤 石叶说 世界也是 叶青说 但台湾自己却有一批傻子 似乎活在梦中 拼命也要走不归路 只能一声叹息 石叶说 与日本差不多 误判中国实力 秦始 叶青说 他们还是比乌克兰幸运些 乌的误判造成百万的悲剧 石叶说 叫代理套戏 这场战争阵 是我判断世界军事的一个案例 调整了很多看法 第一列战争就是绞肉机 叶青说 现在有了无人机 就更残酷了 曾看到视频 一个乌士兵眼睁睁看着 自杀无人机向自己冲来 那绝望又解脱的眼神 实在是不忍 石叶说 我不敢看 很少看战争的画面 我不理解那些狂欢的人 任何死亡的人 都是生命的终结 是父母的孩子 是孩子的父母 有多少亲友悲伤 这场战争 给我很悲凉的人生体验 弗瓦一百说 中国政府解禁了从福建去金门妈祖旅游 这算不算是一个友好信号 也许还得让英伟达再撑一段时间 避免整个市场危机 石叶说 非常好 应该多交流 我下次去台湾 尽可能去看他 弗瓦一百说 搞大模型 给爱的巨头 确实盈利状况相当不错 不过给爱本身 还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 现在是谷歌 亚马逊 微软 卖了这几家 靠自己巨大的现金和利润 支撑了英伟达芯片销售 和几个明星创业公司的 模型训练 马逊不冷一说 是否有人正在那边游逛 一睹为快 弗瓦一百说 我以前在浙江时候 觉着去台湾太方便了 一个多小时飞机 机票还便宜 签证也很容易拿到 周末都能去玩一下 感觉比去北京还方便 但是后来不让去了 石叶说 这次电报老板被捕 处理得好 是社交媒体的一个转利点 马斯克面临同样的威胁 咱们说 现在哪还有什么机遇期 也就是所谓的镀金时代 明显是攻坚期 炼金时代了 利率下行已经明朗 热钱流出 想称很难 没有工业 AR就没有NB 所以他要找政治同盟进行对冲 叶钦说 国内是攻坚 国际是机遇 更重要目前是技术革命前夜 都需要稳定环境攻坚客难 咱们说 国际也谈不上机遇 原来是别人搭台你唱戏 稳赚不赔 现在是你自己搭台 自己唱 还要交一群票友 可能继续能赚钱 也可能票友们学会后 跟你抢生意 还可能台被别人霸占了 欧美是铁了心 要自损一千伤敌五百 即便如此 还是难处啊 所谓信心缺失 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局面 大家心里都墨底 叶钦说 国际变化比这样更深刻 乱糟糟的危机是表象 实际内核是整个世界经济实力的在分配 不仅中国 而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有了野望 实际说 中国如何同时改善 外国和国内游客的生活 外国国游客人不到2019年来的一代 六度解释 2024-0826 特殊切 BVUDTN FY100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沃泰华将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100%关税 实际说 加拿大有本钱 一年复兴中国委 来复兴台湾犯罪喜剧政港分支 讲述了一群高少警察追捕 冥犯杀手的故事 《点点娱乐2024-0826》 在昂正事业之外 习近日花了隔天时间 被思考 什么恢复中国在秦州是不同的海星地位 《点点娱乐2024-0826》 法国检察官公布了逮捕杜罗夫的原因 涉嫌儿童色情毒品贩卖 欺诈交易提醒 福克斯说 另外这几天北约各种舰艇在日本 昨天日本媒体引用某某某的说法 中国大陆将在六个月内拿下金门 实义说 日本媒体从来就是这样 《点点》说 at 实义 有机会先驱报解释这篇文章 1月19刀算了 一次收二刀可以有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叶青说 作秀表演而已 面对那几艘小船 中共内心毫无波澜 福克斯说 真收电子信息还是挺有价值的眼角含笑 这是要画的吧 《点点》说 唯一的解释就是 黄某局当首富 始终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 陈磊毕业于清华大学 信息竞赛奥赛金牌 超级牛逼和聪明 不可能说错话 福克斯说 参考一下 https 3w.swisstransfer.com d51c8c0 c613 4835 65cc7d1cf819 实义说 我转教李奇博士了 是的 福克斯说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Voxy Waylay 由Elliot Chin撰写 发表于2024年8月25日 文章主要讨论了 Biosecure Act生物安全法案 可能对全球制药供应链造成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的合同研究 开发和生产组织 CRDMOs的影响 特别是对邀明康德 Voxy Aptech 及其相关公司的影响 以下是文章的关键点 1.Biosecure Act的提出 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强调了 针对中国的立法议程 其中包括 Biosecure Act 该法案可能重塑 全球制药供应链 2.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禁令 如果该法案通过 将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与5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 包括耀明康德及其子公司 3.制药外包现象 耀明康德是制药外包的典型代表 生产了许多美国最常处方和最赚钱的药物 4.耀明康德的重要性 耀明康德是美国患者从未听说过的 最重要的药物制造商 其成功激励了数百家 CRDMOs的出现 5.美国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 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协会 Bio表示 其79%的成员与中国药品制造商有合同 6.耀明康德的业务和扩张 耀明康德从一家为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成本削减服务的公司 发展成为涉足生物技术和基因信息领域的公司 7.美国对中国APIS依赖 美国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APIS过度依赖 一直是华盛顿关注的问题 8.对耀明康德的担忧 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NCSE对耀明康德 收购美国和冰岛基因组公司Next Code Health表示担忧 还有研究报告指控 该公司与中国军民融合计划有关 9.Biosecure Act的影响 该法案可能会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成本 引发对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的讨论 10.耀明康德的历史和发展 文章回顾了耀明康德的创立和发展 包括其在美国市场的扩张和收购 11.耀明康德的挑战 包括一起知识产权被盗的事件 以及公司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12.政治和行业的反应 包括国会对耀明康德的审查 以及行业内对Biosecure Act 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担忧 13.未来展望 文章讨论了如果Biosecure Act通过 对耀明康德 美国制药公司、大学和整个制药行业 可能产生的影响 14.不同观点 文章包含了对Biosecure Act的不同看法 包括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安全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可能会增加药品成本 减缓创新 15.作者信息 Elliott Chen是The Wire的一名工作人员 之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人权倡议 和Macro Polo担任研究员 文章通过深入分析 展示了Biosecure Act可能对全球制药行业 特别是对中美两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东这个点不会消停的 好好说 刚看到最新财新时间的采访 小白求问 有谁知道这个东西在科学界 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初步进展 还是说就是一个商业学头呢 谁也说还好了 中国有的是艺术家 万恶之人在中宣部 程大厨说 关于人类未来 百分之八十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实验说 如果中国参战俄乌 泽伦斯吉试图将美国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认就认 中国人正在加速融入世界 点的今天是20240827 在公正视野之外 是因为花了隔天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情绪 是不同的海星地位 华尔布兰一说 重磅 今天扎克伯格正式宣布 不再向民主党竞选基金捐款 并为2021年遵从拜登政府 要求删除涉及到新冠疫情和拜登政府的负面消息的言论 感到非常后悔 后悔当时没有反抗和揭露 扎克伯格同时表示 未来将捍卫脸书平台的言论自由 这封信 今天晚间几乎成了重磅炸弹 一下子引爆了美国舆论 咱们说 如果是真的 说明小闸也嗅到了 从大西洋彼岸挂来的不祥风暴 也说明了科技寡头们 对可能的哈里斯政府 感到恐惧 程大厨 说 风往右吹 咱们说 不是往左吹吗 程大厨 说 都投向川普了呀 Maya Bullen一说 未见纽约时报 Bloomberg Reuters 和CNN的报道 咱们说 他们不是风 是风吹的对象 他们害怕华盛顿布鲁萨尔化 Maya Bullen一说 高科技界对逮捕Telegram CEO的反应之一 程大厨 说 Taylor Swift说不定都支持川普 Roflow Fly 100说 今天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说这个陈磊是习惯性的在财报会议上降低预期 澳大利亚明年将减少超过50%的国际学生入境人数已遏制移民 去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接纳了57.7万名国际学生 澳大利亚新宿 澳大利亚ó 澳大利亚 有很多学生签证,这个是个黑天鹅事件,会对民主党选举有影响吗? 田店说,是的,普通投资移民政策也加盐很多,这些年一直在调整,都是听老大的。 事业说,乌克兰已经越过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红线, 则连斯基可能试图将美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六度解析2020826,他去GP6FUK1。 毛尔布伦一说,看不懂,多事之秋是肯定的。 FUKES说,AI成为人类的大脑,是可能的,成为人类的供脑,是可预期的, 但AI成为每个人类的前额业,不可能也没必要。 开心说,脸书不是早落伍了吗?这些赦美寡头不思进取这么多年没有创新, 只能拉巴着老川保护他们,获胜的关键还是在独立选民。 Guten Talk 0000说,波磁坦公告仍然有效,中国对日本有管理权, 这是中国的说法,笑容可拘。 FUK说,现在想拿下金马是轻而易举的, 大陆认为整个台湾都是中国的,不会急于控制金马, 况且,金马的民意偏蓝,更没有拿下的必要。 前两天,赖清德去了一趟金门,大陆要是有意无统, 可能早就对赖清德斩首了。 FUK说,所有的领导都不应该成为主要军事目标。 程大厨说,想多了,彭金马本来就是老毛特意留下的脚索, 中共怎么可能去打掉? 实验说,扎克伯格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贴纹的压力声, 深刻美国20240827, 而Tesum G7的发言外听。 FUK说,是。 2018年的那个故事,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 曾聘用一家数据分析公司, 传媒揭发,他从2014年起, 违法收集社交网脸书网、Facebook FB 上5000万名美国用户的数据, 用来设计软件, 预测和影响选民的大选投票取向, 协助特朗普取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